47. 江西日報 綠心社在省委十三屆十一次全會開幕時的講話精彩摘登 2015年7月22日要問A.02 李東明上半年全省主要經濟指標增幅為居全國前列總體平穩 表現為經濟運行保持平穩、增長穩 上半年全省生產總值增長9%,財政總收入增長14% 其中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長16.3% 就業穩 新增城鎮就業37.2萬人 完成年度計劃的82.7% 價格穩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上漲1.3% 收入穩 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9%和10% 穩中有進 表現為結構調整步伐加快 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 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增長10.3% 省級以上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銷售收入增長8.5% 服務業佔生產總值比重大39.1% 同比提高1.5個百分點 投資結構出現積極變化 民間投資增長19.7% 高於全部投資增速3.4個百分點 消費結構加快升級 新的消費熱點不斷湧現 穩中向好 表現為發展態勢企穩向好 經濟先行指標持續回聯 工業用電量增長5.3% 公勞貨運量增長13.1% 金融對經濟支撐增強 6月末全省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餘額同比增長20%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連續4個月位於臨界點以上 處於較為合理區間 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新動力 加速形成重投資看 公共產品 公共服務的供給環有很大空間 交通 能源 水利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巨大 城市公共服務設施 信息基礎設施成為新的投資熱點 從消費看 信息消費 電子商務方輕微埃 互聯網加帶來消費模式顛覆性變革 人口老齡快也穩陷著巨大的養老 健康消費需求 從出口看 國際產能合作新優勢正在顯然 走出去發展面臨新的重大機遇 隨著中央一系列政策措施考應加快顯然 各項改革紅利不斷釋放 市場信心不斷增強 我國經濟繼續保持穩中向好的態勢 我們只要緊緊拿著新機遇 培育新增長點 就能為穩定經濟增長提供可持續的動力 實現更有質量和效益的發展要堅定發展信心 深刻形式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我省經濟發展形勢總體好於全國平均水平 把握大勢 研判預期 因勢力度 堅定市場主體發展信心 形成預期和發展的良性循環 要創新發展舉措 堅決克服傳統路建依賴 牢牢把握經濟發展身上體下的新形勢 新變化 拿著新機遇 採取新舉措 著力再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 強化創新上下功夫 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活力 要穩定發展速度 加大力度激發潛在需求 抓準和培育新的增長點 形成推動發展的持續動力 千方百計穩定發展速度 要加快發展升級 緊緊扭住發展升級不放鬆 加快調整需求結構 生產結構 產品結構和商業模式 大力推進大撲平 萬眾創新 最大限度地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推動三架馬車共同法力努力擴大有效投資 認真實施渣項目 擴投資 穩增長行動 緊密對接國家新推出的新興產業等重點投資領域 爭取更多項目進入國家工程包 向社會發布推介第二批 項目 充分挖掘消費潛力 大力推進六大領域消費工程 加快推動一批養老機構 4G網絡 旅遊 文化 教育 體育基礎設施等促進消費項目建設 全面落實穩定房地產市場的各項政策 促進外貿出口增長 全面落實促進外貿發展各項政策措施 搭建外貿綜合服務平台 研究制定跨境電子商務支持政策 大力推動大撲平 萬眾創新建立差異化幫扶機制 強化金融支持 大力推廣財源信貸通 財政為農信貸通 積極開展重點企業和重大項目推介 正銀企對接活動 加快推動設立產業基金 設實徵費減負 落實增產增效企業用電增量的獎勵措施和供商業用電用系統價 高速公路通行優惠等政策 激發創業創新活力 全面落實推動大撲平 萬眾創新的政策措施 完善服務模式 提升創業創新的服務保障能力 推進科技入園進去 打造一批創業創新園區 擾平 此 房建設工程 加快科技企業枯化氣建設 加強創新平台建設 集聚一批開創技術新路徑 商業新模式和產業新業態的創業領軍人物 研究設立創業投資母基金 支持科技營企業開展技術創新融資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營造大撲平 萬眾創新的社會氛圍 切石把改革紅利專化為發展動力深化行政體制改革 深入推進三單一網建設 深入推進網上並聯審批系統建設 加快推進不動產統一登記 深化省值管源改革 深化商市制度改革 全面實施三政合一登記制度 加強市中市後監管 推進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建設 深化國資國企改革 加快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 擇實推進財政資金統籌使用 設施盤活各領域財政沉澱資金 深化價格體制改革 修訂發布江西省定價目錄 研究制定書配電價改革方案 深化農業農村改革 年底前基本原性農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正工作 擇好農村綜合產權交易市場建設 促進產業向中高端賣進加快工業轉型升級 對接中國製造2025 突出智能化 數字化 研究制定我省製造業發展規劃和行動計劃 出台電子信息 生物醫藥 節能環保 稀土等產業發展行動計劃 擇好工業重點產業集群和事份產業集群發展 大力發展現代農業 深入實施百元百元工程 加快推進現代農業接二連三工程 加快智慧農業建設 大力發展服務業 深入實施服務業發展提速三連行動計劃 加快互聯網和服務業融合發展 加快發展電子商務 旅遊 現代物流 信息服務 科技服務 以及健康養老 衛生保健 體育健身等服務業 提高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對接融入國家戰略 著力拿好對接一帶一路 長江經濟大 長江中游城市群等國家戰略通道建設 提升槍狗整體實力 深入推進打造南槍核心增長 九光圓光開放開發 大力推進槍狗一體化 加快蘇區振興步伐 對接好中央和國家部位對口支援事項 確保政策落實 項目落地 解決突出民生問題 著力拿好重大平臺建設 增強兩翼發展活力 進一步發揮近東近西區位優勢 深化與長三角 海西經濟區 長珠潭城市群等的對職合作 支持完善發展高鐵經濟 提升近東近西區域經濟發展水平 促進開放營經濟升級加大招商引之力度 深入推進民企入感 籌辦好全國之名民營企業助推江西發展升級大會 大力實施鑑商回歸工程 加快走出去步伐 研究設立省級走出去發展基金 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和工程承爆 深化區域開放合作 著力推進與周邊省份基礎設施體系互聯互通 支持九江等地申報長江經濟大國家級轉型升級時分區 加強開放平台建設 加強大通關體系建設 加快電子口岸建設步伐 推進單一窗口建設 促進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 加強生態保護 歷增年內基本完成或定生態 水資源 耕地三條紅線 深入推進淨空 淨水 淨土行動 大力發展清潔能源 加強環境保護執法 發展生態經濟 大力發展生態農業 低碳工業和現代服務業 加快舊建綠色產業體系 培育壯大綠色生態經濟 建設生態家園 實施好生態家園創建工程 推進城市市用環境專項治理 設實加強農村環境整治 建設生態秀美鄉村 創新生態機制 加快健全生態補償機制 制定出台主體功能區產業指導目錄 建成省碳排放交易平台 完善市願科學發展綜合巧合評價體系 設施保障改善民生大力扶持就業創業 重點擲好高校畢業生 農村轉移勞動力 城鎮就業困難人員就業創業工作 提高社會保障水平 擴大社會保險覆蓋面 封勞 此批57個縣 市 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和英譚城市公立醫院改革視點 拿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 加快澎湖區改造進度 推進澎湖區改造貨幣化安置 加快實施農村危舊房改造任務 加大扶貧開發力度 全力打好產業扶貧 保障扶貧 安居扶貧三大扶貧攻堅戰 在精準和樂實上狠下功夫 深發平安江西 發治江西建設 加強安全生產和食品藥品安全監督管理 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本部記者呂東明整理